大家真正的顾虑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怕民进党太激进 搞到世界大战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怕 应该劝红社会收手才对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好比我去喊疼 有群人告诉我你别喊 你这个叫做涉及政治 这个东西就和大家选了民进党 然后红鬼子马上就会武统台湾 是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这一集就响应 这个有Radio的号召 我们做一集纯聊的视频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 是说给天下韭菜的 但是咱们台湾韭菜们是迫在眉睫 台湾大选选不好 咱们就是一家亲 但是你我最终会变成远房的亲戚 因为我是反贼 所以假如我有一票 我一定干涉台湾大选 这个频道里有个朋友 他跟我说侯友怡是干实事的人 当然他把这个留言给改了 他觉得最近我们这些 反红社会的频道 都好像在为民进党拉选票 而且我们是一波疯的 好像有组织的在做这么一件事 是吧 当然他看不上民进党有他的原因 那从我的个人立场上来讲 我一定要选民进党 因为柯P都可以放下姿态和侯友怡搞在一起 说明柯P很善变 根据情形的需要 他可以墙头炒两边倒 因为很简单 谁不知道国民党是台湾的红色改造党 对吧 你跟名声不好的人合作 你只会伤害自己 那就跟加州的是一样的 习巴一来 人家就把流浪汉给清理掉了 是吧 但是加州敢这么做 一是有钱 二是有能力 他就有这个及时贴胶带 淡化负面声音的这种能力 所以这个风波马上就过去了 但是因为他们是啄啄小吃狼 他们总在制造各种各样的矛盾 所以你这边帮他销 他这边在制造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红社会有点相像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就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加州人民是怎么选的加州州长 是不是谁说好话 我就觉得这个家伙对我有利 我就选他 结果一选完就game over了 是吧 就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就很多民众想要罢免他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 谁对我好 谁对我有利 我就投谁 存在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相信民众党和自己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 去打击民进党 这就和我们去抗习霸是一样的操作 小粉红搞你 家庭也搞你 所以很多年轻人 想从柯P身上获得韭菜的权益 我觉得也是做梦 大家真正的顾虑是什么 无非就是怕民进党太激进 搞到世界大战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怕 应该劝红社会收手才对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好比我去喊疼 有群人告诉我 你别喊 你这个叫做涉及政治 这个东西就和大家选了民进党 然后红鬼子马上就会武统台湾 是一样的东西 咱们科P 前怕狼后怕虎 又想吃老虎 又想吃掉狼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命运共同体 对吧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时 他就保命了 他整个的这种操作是符合 丛林规则和红鬼子的利益的 但是他最近好像又放出一些声音 好像蓝白要烂尾了 是吧 科P说要和最强的人合作 人家都知道 他选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的金主 是红鬼子 那么民众党想要继续发展 无非就是需要更大的资金来投入进来 舆论要钱 招式要钱 统战韭菜要钱 而且你善变也会导致你掉粉 所以这一系列的操作都需要钱 需要人来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要是我 我也会选一个最强大的人来跟我合作 因为只有最强大的人 才能帮助我实现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没有绝对实力抗衡赖清德 而且科P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参选明明就是需要很大的资金流的 但是他说你看 现在我们就用最便宜的事情 我们没需要多少钱 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他这个操作叫做 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不打这招 人家也没问你 你有没有钱 你讲这些干什么 对不对 当然从我的角度讲 这个最强一定是要有钱人 因为没钱 你就根本干不了什么大事 是吧 你造势也造不上来 没钱再多的理想 都是幻想 对不对 而且他的背后是一群人 大家要吃饭 所以这些东西你就骗骗这个年轻人就算了 我不说了 因为这个世界太饱和了 我们年轻人总想着在这个世界分一道羹 所以当一个人出来 他给我们画下一个大饼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 但是你想想 贵人自己都吃不饱饭 都要你们来去维持他 去创造他的价值 那谁是贵人呢 你们是贵人呢 咱们再想想 这个世界竞争很大 就那么多有能力的人 凭什么要你分到那块饼呢 所以要想拿到这块饼 你还要靠自己的实力 也得有运气 这就是韭菜的人生 你想翻盘 你的时代已经不允许你再这么翻了 所以柯P也需要那个贵人 那现在这个贵人呢 有实力和民进党抗衡的 不就是红柜子吗 再有 咱们柯P要真的为台湾人好 你的对手就不是民进党 说句不好听的 这个民进党你都搞不定 你还搞什么红社会 是吧 那更是无济之谈嘛 你俩也不是量级的对手 这个宝岛台湾要保护好了 他才是宝岛 你要保不好了 他一定是宝岛 所以这次的大选 关乎台湾未来 也是关乎世界的走向 你说身为台湾人 你不应该好好的去参与一下 这个大选 那么说到侯友宜干实事 这个红鬼子也干实事 只要他活着就不是虚的 你就像这个习霸来美谈判 结果却变成了传教 传他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太尴尬了 那从治理行间 这个朋友其实给我传达的意思 就是不刺激红社会 就会避免这个战争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大陆 就是在我父母的那个时代 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叫解放台湾 说这个台湾人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说拿下台湾 是红社会的目标之一 无论是谁 只要不服 就天天梧桐你 所以根本就不是 苛批能解决的事情 我觉得投谁 都是轮盘转动的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有票都不投 你说自己是韭菜 那能怪谁 好了 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 我们下个视频